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同在一起 往路交友情看听 欢迎现场最会情看听的小朋友 嗨 队友智慧的老师 和我们同生一起玩游戏 最近小童又出现了一点状况了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放暑假了 天气这么热 当然要在家里打电动 你呢 暑假都在做什么呢 看我喷火龙的厉害 Yes 又赢了 我这个队友真的好强 飞鹰侠 每次只要有他 我的游戏都会获胜 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游戏 可以玩得这么强 再玩一集 选飞鹰侠 他突然跟我聊天了 飞鹰侠问我说 我几年级 我五年级啊 你呢 快回我 他说他是高中 健中的耶 而且是篮球队的队长耶 哥哥 难怪你这么厉害 他问我说 礼拜六要不要去他家 他要教我独门秘迹 当然要啊 礼拜六 小童 小恐龙 你怎么可以随便答应要去别人家里呢 很危险耶 妈妈 他 他 他是我网路上认识的朋友 而且他是健中篮球队的队长耶 不是别人啊 他 人家随便讲你就随便信喔 不行 可是 以后不整理完电脑了 妈妈 小恐龙 所以你的电脑就因为飞音霞 所以被没收了 我现在突然有点讨厌飞音霞 噢 害你 我刚刚不能玩了 害你那么多 对啊 好啊 那就不知道小朋友们 你们曾经像小恐龙这样 在网路上认识过新的朋友吗 曾经有过的人打圈 或是你知道你朋友有过这样的人也可以打圈 从来都没有过的人打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人是打圈的 其他是打插的 好 放下来 那如果是你在网路世界里面认识的新的朋友 你会有怎么样的感觉 谁要告诉我 好 那我要请俊瑞 俊瑞先来 觉得很紧张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那个 因为妈妈曾经说过那个 网路上不要乱跟别人交朋友 噢 所以像刚刚有人这样说要约你的话 你就会变得很紧张 对 噢 那你会跟俊瑞一样觉得很紧张的人 请打圈我看看 蛤 我这么夸张吗 一 二 三 四 四个人打插 其他人都觉得很紧张啊 好 谢谢你俊瑞 请坐下 好 那秉翰呢 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 因为我没想到他 他竟然会 要跟我一起 要 要我去他见 噢 噢 那你会答应吗 不会 因为我会觉得很陌生 噢 带你很惊讶的感觉 嗯 如果是你 你也会觉得很惊讶的人 请打圈我看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个人很惊讶 好 还有没有人 是不同的感觉的 也许有人觉得很开心 有哦 好 静恩 起来 哦 是这一个 觉得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 我怕他是坏的 所以我觉得很害怕 哦 已经到害怕的地步了 会觉得害怕的人打圈 七个人觉得害怕 好 谢谢你 什么事 小恐龙 好 我也想要选择一个 好 你来 你来 我刚才认识这个朋友 我很高兴 哦 因为他不是普通人耶 他才不是普通人 他是飞鹰侠耶 对 靠了他我赢了多少战役 而且他是健宗篮球队的队长 然后他的那个大头踢啊 哇 看起来人又很好 我这有生之年何德何能 可以认识健宗的学长啊 哦 我未来想读 但是那个照片真的是他吗 应该是吧 哦 因为我也都放我这样的照片啊 那是你啊 不过没关系哦 老师等一下会跟我们说明 但是你也可以再想一想 好 你先坐下 嗯 老师 刚刚啊 其实小朋友一开始 都是有一点担心害怕的 可是像小恐龙这样 好像已经知道对方的长相 又知道他读哪里以后 就 嗯 整个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吗 嗯 像小恐龙这样的一个心情啊 嗯 他看起来应该是对飞鹰霞 有那一种崇拜 对 然后有那一种想要学习他 嗯 这种厉害的这种表现啊 嗯 比如说欣赏他是一个 籃球队里的队长 欣赏他能够在网络上 这个打游戏很厉害 嗯 那他想要把他当成是一个 学习的对象这样 对 所以他觉得可以认识这个 这个哥哥 他好像未来也可以这样 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觉得很高兴这样子 对 那其他小朋友 刚刚我有看到说有些小朋友好像很害怕 对 这个害怕可能来自于这个小朋友其实还蛮有警觉心的 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紧张的那个小朋友啊 对 他可能对于不知道要不要见面可能是有一点 嗯 猶豫不定 猶豫不决 嗯 那很担心说 如果我拒绝这个哥哥的这个邀约 会不会害怕是去这个新认识的朋友 嗯 可能会有这样的紧张 嗯 那但是也会有一种紧张是 如果我 我会不会被爸爸妈妈骂 嗯 这样的紧张的感觉 对 那刚刚有小朋友有提到说惊讶 对 这个惊讶的感觉其实有一种 哇 原来这个飞鹰侠这个哥哥他有看见我 他好像想要成为我的朋友的时候 嗯 好像有一种被肯定被接纳 然后 认识他吗 可能会有小朋友会有这种惊讶的感觉 你们觉得 小恐龙都已经认识了这个飞鹰侠了 然后飞鹰侠又邀请他 你们觉得小恐龙可以去他们家 跟他学秘技的人打圈 觉得小恐龙应该听妈妈的话 不能去的人打X 我看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人打圈说可以去 其他人说不能去 我先问凌云 那个飞鹰侠他才国中而已 妈妈可能也在家里陪他 哦 所以在家里还有大人就比较安全 好 那为什么浩文也觉得可以去 因为你其实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然后爸爸妈妈也可以陪你去 这样他们可能就会有伤害你的意思 哦 那凯罗为什么觉得可以去 也是一样可以叫爸爸妈妈陪我们去 嗯 但是你其实就是想去对不对 对 嗯 为什么 因为可以学秘技啊 嗯 这个秘技真的太诱人了 真的 好 那刚刚这些坚持不能去的人 谁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不能去 好 你看吧 静恩坚持 静恩说 因为那个 他有可能是坏人想要骗你去 哦 那玉婷呢 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会把你抓走 然后跟爸爸妈妈威胁 老师那到底小孔可以去吗 呃 就小朋友目前的年纪跟成熟度来看 对 基本上是不要会比较好 不要哦 对 不要去比较好 因为在网路上认识的朋友 他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真实性的问题 嗯 因为你不确定说你认识这个朋友 对 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人 他有可能隐藏他真实的个性 真实的情绪 嗯 然后表现出一副很好的样子来吸引你 你可能很容易相信他 可是你不知道真的见了面子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 呃 网路世界还是很需要 大家来冷静观察哦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冷静呢 玩一个游戏 你就知道了 脑筋转一转 一起玩游戏 请在五秒以内 找出在花海里唯一一朵 七片花瓣的花朵 好了 我要预备开始了哦 我要找的是 七个花瓣的花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回来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李明轩你拿到的是八个花瓣的花 为什么 因为刚刚还没算好 还没算好 所以你刚刚圆圆看的时候 你以为它是七个花瓣的 对 哦 你已经算过了 嗯 哦 好 那婷轩拿到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也是八个花瓣的花 为什么 因为太紧张拿错了 那我看陈静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也是八个花瓣的花 为什么 陈静恩 因为 因为那个 还没算好 等一下 那陈静恩你觉得 如果给你时间长一点 你可以找到七个花瓣的花吗 可以啊 好你们现在站在原地哦 我给你们时间 不要抢 已经找到了举手 举手而已不要去哪 一二三 你找到了 那一个吧 那一个最便便的 你确定 应该是 你确定 所以你觉得这个游戏 这个是吗 你看 你看你刚刚又犹豫了一下 是吗 你觉得是吗 是 你找到了 你去哪 诶 他觉得这个是 好你来我旁边 来我旁边 好 好 你觉得这个是 你觉得这个是七个花瓣的话 你拿好 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陈静哥你把 拿了第二次 还是八个花瓣 为什么 为什么 呃 眼睛看不见 听不到 再说一次 眼睛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但你刚刚已经认真又选过 对不对 好那我要问庭轩 庭轩你有把握 我手上这是七个花瓣的吗 还是有点怀疑 有点怀疑 有点怀疑对不对 我告诉你答案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 真的是 但是 你是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找到的 那你们觉得 要怎么样才可以 确实找对 你觉得要怎么样才可以 确实 新一点 又新一点是吗 莉明轩觉得呢 怎么样才可以确实找对 要时间长一点吗 要先看 他的数量有多少 所以你觉得时间要不要长一点 要 要 五秒钟太短了 对不对 那静恩觉得呢 如果给你三十秒 你有没有把握找到 没把握 为什么 长得太像了 七个花瓣 八个花瓣 我分不清楚 你分不清楚 因为都在这里这样太乱了 对不对 好 谢谢你们 请把花瓣交给我 好 我们一样 给他们三位同学掌声 好 请坐下 好 坐在旁边的同学 你们看 这是八个花瓣 对 这个呢 八个 犹豫了 犹豫 犹豫了 又犹豫了 八个 到底 七 但是现在是现在 如果散在那里 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才可以有把握 一拿就是七个花瓣 觉得 怎么样你才可以 觉得 好 凯罗 有 就是有分 四个地方 请说 有一个地方是一片的话 就觉得那是七个 其他都是二 你的意思是说 在五秒钟之内 你可以做出这么多的判断 还是你觉得时间长一点会比较好 时间十秒差不多可以 俊瑞觉得 我觉得 应该要 在结束之前 游戏开始之前 就要看好 偷看 就要先看好 然后再十五秒 然后才去拿 对 不能这样匆匆忙忙 那就要问老师了 老师 所以我们刚刚是在比眼力 选花瓣吗 这个游戏是要玩什么呢 其实不是 这个游戏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很 比如说在网路上的这些各种的讯息 其实非常的眼花缭乱 对 我们不太能够确定说 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就像他所说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么多的花瓣里面 你很难一时之间就区别的出来 到底是七片花瓣还是八片花瓣 你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才能够思考 才能够看得清楚 所以 其实我们如果说在网路上交友的时候 其实要三思而后行 第一个 如果我们在网路上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自己做出冲动的决定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 我真的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的个性吗 他的脾气吗 然后第二个是我真的了解他吗 我了解他的兴趣 他的嗜好 他所说的是真的吗 所以是回到第三个 我真的相信他吗 所以在做这个 要不要跟网路的朋友出去的话 你要三思而后行去思考这三个点 不过大家觉得 在网路上认识多久的人 就可以算是朋友了呢 你们觉得 好 浩文请说 五个月 为什么 因为你五个月时间 其实也不会算太长 也不会算太短 如果三个月 所以说不定你跟他讲的话也不会很多 不懂他讲话的语气跟水准 那凯罗觉得要多久呢 一天 为什么 因为有24小时可以聊 然后一天24小时 你都要跟他一直聊个不停就可以 可以啊 夏日的时候可以 所以你曾经尝试过 跟别人聊一整天的时间 没有 你这么想的 好 我是觉得这么想 一天就可以了 好那 那俊瑞呢 俊瑞觉得多久 半天 半天 一半的时间 因为 因为我会加成照片给我 所以 老师到底我们在网路上 认识多久的人才能算是朋友呢 如果您说要三思而后行的话 基本上以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尽量还是不要跟陌生人出去 要把网路上的朋友定位为陌生人 我们小时候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啦 饮料啦 或者是不要特意的去帮陌生人这个 如果陌生人在问路的时候也不要只要告诉他方向就好 你不要特别去引导他带他去哪里啊 其实都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对 那所以网路交友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好 就是说 把网路上的朋友当成陌生人来对待会比较安全 就是说 不管认识多久 在心里面都一定还是要知道 他也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 是这样吗 是 不过大家是不是真的都已经理解了 在网路上交朋友的状态呢 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吧 踩地雷 请挑战者轮流翻开九个星星的背面 翻到背面是地雷图案的 就淘汰出局 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揭露这个星星的真相了 好 请羽绒Go 选一个 加油 翻过来之后她是 幸运之星 掌声太厉害了 好 再来是羽辰Go 羽辰想好 是炸弹 泡纹Go 好 浩文 幸运之星 太棒了 好 那林静Go 又是幸运之星 哇 太棒了 好 你可以去的 凯罗Go 太多人了 麻烦很好 炸弹 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看到过 而且她还是太厉害了 太多了 没关系 准备 军锐Go 又是炸弹 两个厉害的都炸弹 你 你们两个炸弹兄弟 好 你可以去了 Go 雨昕 炸弹 也是炸弹 也是炸弹 好 赶快来 好 凌云 在剩下的选择当中 炸弹 幸运之星 掌声 好 幸运之星来这里 好 你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你看 炸弹 真的是炸弹 好 请过来 好 那所以刚刚有四个人是幸运之星 有五个人是炸弹 请问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是靠运气的人 请举手 两个 三四五六 六个人 那觉得不是靠运气的人 觉得是靠什么 就跟网络的交友差不多 就是别人告诉你 不一定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真的 哦 是这样的 好吧 那我们就给这九个人掌声鼓励一下吧 谢谢你们 请坐下 所以老师 这间格子里面 显示出是星星或是炸弹 真的就像小朋友们说的一样 就跟网络世界差不多吗 刚刚小朋友所说的 他还蛮有那个觉察能力的 因为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微笑的星星 他有可能真的翻过来之后 就像他的那个表面的那个样子 就是微笑的样子 他翻 可是也有可能他翻过来就是一个炸弹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 他所说的任何的话 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也有可能是假装的 像最近就有在新闻上面 有一个新闻报导 他说有一个女同学 她在这个网络上认识一个高中生 那他们彼此之间聊得还蛮愉快的 那后来呢 这个高中的这个男生呢 就邀他去他家 那结果呢 这个小女生呢 他的这个聊天的内容 被这个爸妈发现之后 就骂他 不准他去 而后来呢 他就因为被爸爸妈妈骂了之后 他就很难过 他就真的跑去那个男朋友 那个高中的那个男生家 后来就被信心得逞了 他在网络上应该看起来是个好人吧 看起来是 但是这个小女生 她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玩的游戏一样 她可能太过于冲动了 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她以为她是星星 没想到翻过来 是 她以为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没想到真的是一个会骗她的人 小狗那你觉得呢 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网络上的人都要把他们当陌生人 对 但同学如果像我刚才一样啊 就是兴冲冲要去见网友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大家赶快用行动轮盘 来思考一下喔 说出来 说什么 说要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没有可能她 那个她叫的朋友是假冒的 看起来她是真的啊 可是有可能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可以 因为她可以从网络上面去 用一些东西 然后把它弄在上面 这样就可以 让她看起来很真 世杰你真的都有在想耶 太棒了 好 谢谢你 请给世杰掌声 好 再来请令妍来我旁边 冷静 为什么要 因为要教她冷静思考 看她是不是坏了 她说她已经想好了 那就尽量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是骗人的 哇 你会很冷静的跟她说吧 嗯 谢谢你 好 请坐下 所以老师我们这两个方法如何呢 这两个方法基本上是OK的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先从 刚刚小朋友的那个回答里面 比如说像冷静 嗯 其实当下的确会觉得开心 会觉得很高兴 对 你要问你的朋友说 你真的认识她吗 你真的了解她吗 你真的相信她吗 你就问你这个 这个朋友 问你的朋友这三句话 嗯 那她如果说得出来 那可能也许她对她 真的有一些了解 可是她如果说不出来 可能就真的要很明确 可以告诉她就不要去这样子 嗯 那说出来这件事情 真的也很重要 因为说出来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说这个 这个也许可以请爸爸妈妈 来看一下这个网络上的朋友 是不是值得交 值得认识 或值得 是不是够安全 值得信任这样子 那其实我会觉得 比较好的方法是 第一时间就先做拒绝的动作 嗯 就是 也许可以告诉她说 因为家里面的因素 爸爸妈妈不同意 或是我年纪太小 所以第一时间就做拒绝的动作 那让对方会知道说 这个可能会尊重 会因为你的家里面的考量 而尊重你的决定这样子 哦 反正呢 经过今天的讨论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网络的世界真的很有趣哦 但是呢 它也充满了危险 也充满了各种诱惑 所以希望大家呢 总是能够想到安全这件事 总是要先保护自己哦 如果你有想到这几点呢 也有想到身边有那么多 关心你爱你的人 你就会很勇敢地拒绝那些诱惑了哦 希望大家都平安顺利地长大 而且不断地用智慧来面对 生活里面的所有事情哦 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 我真的差一点就跟菲英霞出去见面了耶 听完同学们讲我才知道 我又不认识她 我也不了解她 甚至她是男的是女的 我都不知道 这样贸然跟她出去也太危险了 所以咯 我还是觉得 网路上的朋友 就让她继续留在网路上 交流心情就好了 好开心 想大声分享 说出来 我陪你好好笑 好难过 想用力地哭 说出来 我为你准备手帕 好多话 想让你知道 说出来 我听你慢慢讲 好幾个 friendship